文竹最怕这两种水浇一盆死一盆 爱养花的朋友啊可别犯错 文竹呢养护得当的花芽非常的漂亮 它的姿态秀美长相优雅 摆在书房呢观赏价值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在浇水的时候不要浇这两种水 第一个就是含有碱性的自来水 很多花友呢都是把这个浇水的时候啊 直接浇自来水来浇灌 这样呢对文竹长势非常的差 因为呢这个碱性物质它就会积在土壤内 时间久了就会造成一个土壤板结的一个问题 就会引发呀文竹越长越弱的一个情况 最好呢接了自来水之后放在容器中晾晒个三到五天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未经处理的生肥水 比如说桃米水茶叶水直接去给它浇灌在这个土壤里 这样做也是不对的 不仅不仅无法促进植株的生长 反而呢会烧伤文竹的根系 导致啊黄叶烂根 然后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两种水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